第九十七集 两人互相嫌弃着往前走 一路上嘴皮子没闲过 好容易颠颠地回到长丘宫中 翟尔看见浑身湿透的五皇子吓了一跳 连忙张洛热水和干衣 哨伤顶着五皇子的白眼 现场编了一段五皇子失足落水 小娘子健毅勇为的故事 翟尔深信不疑 当第三变响中敲响时 前去徐美人处 拿衣裳的患者还没回来 翟尔指得将灵不疑少年时的衣裳 给五皇子换上 五皇子几乎落下眼泪 我为今日的寿宴 备了一身十分精美的衣裳 没想到却用不上 不穿得醒目蝎父皇 更加不会注意他了 哨伤抚着自己身上漂亮的新衣 露出幼儿园老师般慈爱的微笑 往好处想 说不准陛下会觉得殿下特别节俭呢 往坏处想 父皇说不定会觉得我戴曼母后的寿臣呢 若真那样 他定将成绍商卖了 有时三刻 绍商和五皇子 由一群宫壁患者簇拥着前去宣明殿 一路上满园的各色花灯如霓虹闪耀 照得人影斑驳如花卉般 临近前方灯火通明的大殿 只见高高的街壁上占了一个高挑其长的身影 哪怕此间街壁上下人形如梭 他依旧醒目的无可遮掩 犹如远古神话中 神之位指点海上迷途船只 而建造的辉煌灯塔 一动不动地矗立于 惊涛骇浪拍打的黑暗海岸 灵不宜微微上前半步 他已经看见绍商和五皇子了 绍商和五皇子 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 犹如看到共同天敌的小兽 绍商低声道 你放心 我只说你不小心落水后 我救了你 旁的一概不提 五皇子却叹道 看在朋友办场的份上 我奉告你一句 说实话的好 绍商上字不解 五皇子以轻巧飞快地挪立他身侧 向远远站在店门口的太子夫妇奔去 他只好独自向前走去 一登上街壁还有两街时 领步已朝他伸出修长宽阔的手掌 绍商犹豫了一瞬 随即将自己的小手放了上去 领步已牵着他左右打亮 霓虹灯彩之下 女孩白嫩嫩的面旁 被映得花花绿绿 连身上浅飞色的裙袍都看不清绣纹了 他看着领步已 低着头 捏捏自己的袖口 仿佛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样一来 就更像一个弄洒了花彩在身上 而手足无措的小女孩了 领步已也不说话 拉着她的手就往殿内走去 谁知路过的大公主在旁见了 调笑道 到底是些人情热 走这么一段都要手牵手 大驸马过来 也笑道 爱 年少多情嘛 待成婚后 整日的儿女琐事缠身 便不会如此了 大公主道 谁说不是 话音未落 只见二公主和二驸马举止亲密的从另一头接壁上来 二人都身着鹤长羽袍 长长的袍袖下垂 盖住二人的手臂 细看去才发觉 他们手指交缠 紧紧像我 大驸马有些尴尬 大公主脸色不好的哼了一声 扭身就跨不进殿 大驸马轻轻嗓子也跟了进去 二公主夫妇见状 面面相去 不知所以 少商忍不住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扭头去看林步怡 却发现她 也在看她 四目相对 彼此都觉得 对方目中犹如星辰闪耀 美不胜受 少商看着林步怡深褐色的琉璃目 似乎读懂其中含义 用力点点头 林步怡问道 你点什么头 我觉得你想得对 我想什么了 你知道的 你希望 我们将来也像二公主与驸马这样 林步怡目中含笑 轻捏了捏女孩的小手 忽将她拉到一旁无人处 低声道 那 你为何与五皇子一道过来 少商亮呛地跟了两步 赶紧答道 是才五皇子不慎落水 我将她拉了上来 因为小镜湖离长丘宫较近 这就请她去长丘宫耕喝姜汤了吗 林步怡脸上的笑意缓缓退去 五皇子不会游水 素来不肯靠近水边 好端端的他 为何要到湖边去 还有 你为何会离开长丘宫 去小镜湖 少商有几分凝智 结巴道 呃 这 这是因为 因为 林步一看了女孩全身一变 缓缓道 我不知你 为何离开长丘宫 但你应是在路上偶遇五皇子一行人 他对你出言不逊 你就使计将他引开众人 直至湖边 再献其落水 不用奇怪 若只有五皇子一人 你不用引去湖边 也能收拾了他 我说的是也不是 少商微张着嘴巴 心头生起一股很熟悉的惊讶感 宛如亲剑般的猜测 行云如水的推算 他觉得自己最好尽快适应 因为未来可能会常常感受到 你为什么这么爱推诿扯谎 就不能好好说实话吗 林步一皱眉道 少商重重甩开他的手 闷声道 我自己的愁我自己汇报 五皇子嘴巴臭 我已经教训他了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说着 便急不向店内走去 进店后 工地引着少商预定的席次落座后 他有自闷闷生气 至于气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 究竟是因为伎俩被戳穿 还是被指责爱扯谎 哪个更叫他生气些呢 他依旧不知道 过了片刻 林步一由患者服侍着脱履进店 缓缓走到他身旁坐下 我不是要责备你说话不实 也不是怪你自行其事 我只是想教你知道 你不是穷穷一身 你还有我 我总是会护着你的 你不用一遇到事情 就想着自己一人应付 你有我 你要记住 他没有转头 而是低头看着暗机上的七木纹路 侧面轮廓清俊高挺 少商忽觉得心口一阵发热 有一种张簧无措的烦躁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坐着 直到开言 寿宴规模不大 除了韭菜丰盛 歌舞助兴 只比平素的皇宫家延 多了十几位清贵大臣及其家眷 少商只认识一个鱼猴 一个催猴 外加一个姓吴的大胡子将军 今夜月非显得格外贤惠低调 从头到尾的低眉顺眼 活像刚进门的小媳妇 羞答答的连头都不敢抬 帝后似乎对这种扮相很熟悉 既无奈又好笑 若说皇后是光滑四射的深海明珠 雍容华贵 冷艳端庄 岳飞就是白鹿为双的河 叛家人 美帝亲人心脾 辗转反侧 少商低头下去 简掉落的并拆时 正看见岳飞驱身过去 向帝后敬酒 皇帝在实案下 偷着拉他裙脚 然后被岳飞重重一掌拍开 少商暗自叹气 他并不责怪皇帝 在九五至尊这个位置上 哪怕皇帝每年换个十几岁 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来宠爱 都没人会说什么 可皇帝只守着两个四张奔武的妻妾度日 过得比寻常公侯复古 都清心寡欲 恰是因为他本是重情之人 家国之巅的位置 恭为深处的人们 各有各的无奈 最需要的就是妥协与善意 没人有资格叫真 一通住酒 一通庆贺 外加一通商业吹捧 其后就是各县受礼了 众大臣和皇子公主们 各花心思 或珍贵 或新奇 或美不胜收 或闻所未闻 太子夫妇叫人抬上来一尊 齿鱼高的玉麒麟 通体润白 晶莹剔透 二皇子当时脸都绿了 因为他的鹤里 也是一尊差不多大小的麒麟像 不过是纯金的 兄弟俩加起来 恰是雅俗贡赏 蛮好 蛮好 太子妃见状 浅浅地讥讽一笑 二皇子妃产后不久 脸上浮肿未退 此时 他正用无奈的表情表示 这坨金子绝不是他的审美 大公主夫妇的贺礼 也十分贵重 不过看来 不像是送给皇后的 一尊白玉露纹高脚酒杯 可惜皇后日常不饮酒 一件薄如产意的单素杀衣 可惜皇后未寒不畏暑 大夏天都能穿老整套屈居身衣 倒是皇帝怕热得很 岳飞正低着头半老时 看不见表情 皇帝没注意此中细节 于是满脸笑容地夸奖长女和女婿费心 皇后淡淡笑了下 只有少商能看出其中不乏自嘲之意 临不宜敬献的是一卷陈旧的竹简 皇后翻开一看 顿时泪意上涌 原来这是宣太公当年的手稿 宣太公信喜诗文 常将自己所著之文赠予好友 而非必走自真 是以宣家反而未存多少文卷 之后就是多年的烽火战乱 宣太公的手卷早不得寻了 如今却被灵不宜 不知如何找到了 皇帝见皇后又惊又喜的模样 深觉扬子给自己长脸 办什么都妥善欲贴 何心何意 当下更是连声道好 若非最近实在没有瞑目 他几乎又想赏赐些什么了 三皇子以下的岳飞一脉 所敬献的寿礼 大多重归重举 只有二公主夫妇颇有心意 呈上一副真人大小的画像 乃皇后偏然起舞之姿 唯妙唯孝 唇用公笔细描 连裙边的绣花都清晰可见 足足花去了夫妇俩数月之宫 一旁的大公主撇撇嘴 面露不屑之意 大驸马却看地后满脸喜爱之情 比之前寿礼时真心多了 顿觉老二两口子有心计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五公主所领的贺寿群舞 可惜乍看声势浩大 实则不过寥寥 五步搭配既无心意 步伐也多有错落 其中用心多寡 一看即知 岳飞几次想张嘴都忍了下来 皇后神色淡淡 皇帝眼神沉沉 帝后飞三人均步伐一言 少商见此情形 按道五公主且等着吧 等回家就有惊喜啦 待全部献礼结束 皇帝见皇后依旧心绪不快 便笑问二公主可否即兴献舞 二公主笑而应令 二驸马持肖在旁 道 陛下 独肖未免单薄 尚需勤音为辅 而臣恳请子圣相助 皇帝眼睛瞟过去 笑道 说起来 子圣可是许久不曾抚琴了 这种场合 灵不宜自不会落了他们的面子 便含笑上前 皇帝对一旁的外臣道 朕的这些孩儿中 要说秦绿 还属子圣最佳 一旁的外臣和家眷们 自然连声应和 赞誉如涌 皇帝满意的呵呵笑 眼角触及一边静坐的少商 凑到皇后耳边 回头你也教少商些才艺 这小女娘 已然文词寥寥了了 月里书话也不怎么通晓 多委屈子圣啊 皇后失笑 傅叹道 其实少商会吹短笛 我听过几回 虽记忆不甚娴熟 但灵气逼人 假以时日 想来能成大器 皇帝不知可否 深谙太宽容了 此时 殿中三人以商议妥贴 随着琴霄和声响起 二公主边舞边唱 众人一听 正是千古绝唱采薇 当下先有人鼓起掌来 二公主垂袖攻腰 脸部倾挪 摆动间腰之鸟鸟 滑动时 如如踩在云端之上 身形田仙 仿佛投林雨燕 销声婉约 琴声清阳 佩以清悦的女子歌声 稀我网矣 杨柳依依 金我来思 雨雪飞飞 席间众人历时 又是一阵贺彩叫好 才智取办 席间的皇亲众臣们 已纷纷放下架子 趁着酒憨兴农 陆续加入唱和 皇帝高兴至极 亲自下场激注高歌 于是众人愈发凑星起来了 二公主不愧为一代舞蹈大家 舞姿清零 却不失端庄 巧笑倩夕 却堂皇无邪 看得少商目瞪口呆 她从不知道 古典舞蹈能这样美丽 看不多时 她的目光 渐渐移到端坐在一旁 抚琴的男子身上 如此浓烈热闹的场面 人人都满身酒气的笑着 唱着 还有首舞足蹈者 歌功颂得者 只她一人 虽身处店中最热闹的中心 仿若置身事外 依旧清俊安静 今日她穿了一身浅色曲居 外罩浅金色肃纱 右肩上绣有一头 张牙舞爪的金褐色酸泥 尖牙于右胸 一只前爪搭在领口 恰好趁着她修长的脖梗 与清晰的喉结 另一只前爪随着胶领 没入腰带 肠尾顺着强壮的腰腹垂直下摆 威武凶猛 却又安静肃母 邵商不禁疑问 我们大抵为什么会因为别人的喜欢 而感到高兴呢 在她短暂的人生中 有过一次暗恋 一次被暗恋 可两次经历都不曾让她特别高兴 甚至还有些不屑 以她功利式的思维看来 所谓暗恋 说到底是无能 若有能耐 她早拿下隔壁大哥哥了 贤余社长也早拿下自己了 又何须暗暗的恋 所以 仅仅是因为虚荣吗 少商吃之以鼻 只有弱者和卢瑟 才会用虚假繁荣来骗人骗己 如果 有那么一个人 原本不应存在于你的人生规划中 那你还会因为他的喜欢而高兴吗 回到原来的问题 我们大抵为什么会因为别 人的喜欢而感到高兴 并非虚荣 无关利用 甚至还会妨碍你的规划 撤肘你的习惯 拘束你的自由 那你为什么还会觉得高兴呢 不知是不是酒意上涌 少商觉得脸颊发热 低头扯松林口时 看见林不宜的酒汁 就放在镜前 里面还有浅浅的一圈酒 她看了半晌 然后端起那只酒汁 对着她喝过的那边 将剩下的酒水一饮而尽 林不宜一直时不时望过来 此时恰好看见这幕 恍惚间 差点漏播一弦 取罢后 连同皇帝在内的众人 还在高歌笑闹 她却推开秦岸 匆匆回席 坐定后 她盯着女孩问 你为何饮我的酒 少商低着头 闷闷道 你的酒比我的好喝 林不宜满目笑意 你是才又为何盯着我看 旁人都在看陛下和二公主 少商抬起头 望向身旁这位如切如拙 美如玉璧的男子 只是这样看着她 她心中都会生出一股隐秘的欢喜 不但不为人所知 连自己都不甚清楚 在她惨淡而贫乏的年少生命中 她很少纯粹地去欣赏美 很少不带任何功利目的 发自肺腑地去快位 然后 她一手撑着 按机直起上半身 迅速地亲了男人一下 她本想亲嘴的 可惜微醺之下伸手迟钝 结果重重地亲在她的喉结上 灵步一面上闪过一抹不可置信 大大的手掌紧紧抓住女孩 却见她面色飞红滚烫 目光躲闪 灵步一眼中深浓如墨 温柔地看了女孩半刻 少商觉得那目光缠绵如丝 绕回无尽 喜悦而深邃 她低下头 轻轻吻了一下女孩烟红的小嘴 少商顿时头晕目眩 觉得掉在垫顶的莲芝灯 好像旋转起来 光影徘徊 满目惊辉 本集完 在这边 感谢观看